河流还是无波的大海 你看 我们啊 这是师傅拍的 九寨沟的瀑布 瀑布有大的 也有小的 有水啊 当我们贪神之身起的时候 我们的妄念很多 就像瀑布 你的水都会见到别人 第二 你会像河流平原上流动的河水 刚开始流得很急 慢慢流得很慢 最后你的心会越来越慢 所以各位老菩萨 慢慢来 不要急 你急得这么快去往生是吗 很多人开车 十次车祸 九次快 都是急着去见阎罗王报到的 然后你到时候发生车祸 你就会想 哎呀 想当初 我要是慢一点就没事了 人都是想当初的 为什么呢 你的心要那么急呢 接下来 你慢慢透过羞耻 就会变成大海 大海表号是 由瀑布变河流 河流变成大海的时候 代表你的心量扩大了 可是海浪来的时候也很可怕 待会给你看 无波的大海 不会游泳的请举手 好 手放下 下个礼拜去报游泳班 你说师父干嘛要去游泳呢 游泳也可以禅修 除了修禅坐班的话 一三五七去招牌残座班 二四六请你给我去报游泳班 老菩萨也要去游 体会一下在轮回大海里面 你会发现 你现在上了很多课 你上了很多挖士神 可是如果不把你丢到大海里 去呛一次口水 你永远不知道 游泳是什么味道 同样的生死轮回的大海 也是这样 我们就在大海里面 你看海浪 假如你平常不准备 大海夜历来的时候 是很可怕的 再看下一张 狂风暴雨 对不对 你看一个外国的黑人 他懂冲浪班 你要学会超越的方法 以此类堆 佛教超越的方法是什么 戒定会 所以你平常不修行 等到老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的 你平常不用工 你都要一直等 等明年 明年 再明年 等到最后呢 棺材就放在你面前了 然后你就会后悔 哎呀 我当时怎么都没有 好好的做选择呢 对不对 师父也会游泳啊 我会游挖士啊 我游很长 我可以从这里 一直游到要师父 那边换气再游回来的 真的 是不是可以游啊 起码三趟到五趟 我最高纪录还可以游十趟 都一直换气 我不会停下来 同样的 在轮回生死大海里面 各位都看过 铁达尼号 Titanic 当然呢 业力大海来的时候 你不要看海的力量是很大 整个铁的船都会沉下去的 我们的业就像这样 所以要超越呢 止观就是最殊胜的方法 不失持戒 忍入精进 其实还是准备功夫而已 你光靠不失忍入 不失持戒 忍入精进 想到超越轮回啊 还不够的 你要学止跟观 简单的讲 你要控制自己的心念 你没有办法训练到 你的心念 不受外境影响的话 痛来的时候 还是很痛 举个例子 下大雨 若是你伤风感冒了 你普拿藤 吃了很多颗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你呆呆的 你佛号就念得不太清楚了 那就表示 你的功夫不够 所以希望各位呢 你能够好好学习 六度波罗蜜 尤其指跟观是很重要 所以地藏经理说 业力甚大 能敌虚迷 能深聚海 能丈甚道 事故众生 莫以小恶而为之啊 各位都喜欢 诵地藏经啊 可是你都没有去体会 这些经文啊 而且不但是诵之外 你要真正去做 做才会产生力量 所以你拜大悲餐的时候 也说 南魔大悲观是阴 愿我早得月苦海 南魔大悲观是阴 愿我速成波罗蜜啊 所以今天晚上一开始就告诉你要了悟空性 常常告诉自己 一切都不是真的 不要太计较 或许你会说 哎呀师父 这样佛教徒看起来不是很呆呆的被人家欺负吗 没关系 就让他计较 他喜欢六道轮回 你就继续让他去计计较吧 我想要出轮回 我就退让一点 忍让一点 你就会体会到 吃亏的并不是你 接下来你看南传的佛教 比丘为什么昼夜都要精进的打坐 因为要了解你内在的念头 再来看窗户 你如果把它关起来 密闭不通风 尤其你不开冷气的时候 你就会很昏沉 对不对 你把窗户一打开来的时候 外面的光线就进来了 所以要常常进化你自己所产生负面的念头 同样的我也说 佛教徒不要是门是开着 心却是关着 那你会很苦的 你会遇不到良师 意有跟好环境的 看看南传的比丘 脱拨完以后 就在沙滩上这样一步一脚印 其实一步一脚印是出自于华严经 并不是慈激功德会所创的 一步一脚印 你看你所踏实的 你所每走过的一步 你今天供灯 点香 供养三宝 然后不失贫穷的人 每一个脚印啊 都会产生很多的功德 但是你不要忘了 恶念也是一步一脚印的 所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而已 接下来再看 明天会点灯 点灯代表是什么 透过点灯 点亮你心中的智慧光明之灯啊 我们若不听闻佛法 我们总是糊里糊涂的 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世间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不一定是对的 我们既然说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要学佛 要如理如法 那当然 学佛就要从文师修 开始学 修什么 修戒定慧嘛 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佛的弟子 是吗 好 请看下面 讲义第五十二页 一切诸法从因缘生 请你做个记号 所以请看幻灯片 波州三昧经 请看幻灯片 你自己操 自力 佛力 跟法力 这三种力量都很重要 第一 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可能到庙里来求佛菩萨 求观世音菩萨 的确 你真正的求 佛有佛的力量 你透过念佛 或念咒 它就会产生佛的力量 第二个 听闻佛法 去修持 思维跟禅观 禅修 它就会产生禅定力 那最重要是什么 你自己要加上 虔诚的力量 以及观想的力量 我想在座 各位大部分 虔诚的力量都有 可是你却忽略了 你要发愿与观想 有观想跟没有观想 你念六支大明咒的功德 是不一样的 你念大悲神咒 拜大悲禅 大家都念 可是你会发现 同样一场法会下来 每个人功德不一样 答案是什么 你的虔诚 发愿跟观想力 是不同的 所以 好 讲生安乐行 到这里 是一个段落 好 很抱歉的 要跟各位说 接下来看 五十二页的寄送呢 师父就没有办法讲 很抱歉 我真的不是 不恭敬佛法 也没有说 故意要应付你 因为我若讲的话呢 我明天就真的是 讲不完了 所以这后面的 这个寄送啊 大概呢 大家都知道 只是重复 所以请你翻开 六十二页 第二个 更二 口安乐行 希望你能体谅 想因为你读了 有问题的话 你在私底下来问我 师父再会解释 好 现在再讲 生安乐行 请看幻灯片 那传统在佛教里面 佛要度印度婆罗门教 守陀罗 刹地利或奴利 一般有福报的人 可以供养三宝 那请问 没有钱的人怎么办呢 答案他有两个方法 第一 拜佛塔 或拜佛像 就大礼拜 用身体去修行 第二个就是看幻灯片 就按照佛的塔 去绕 walking meditation 所以塔跟佛像 也有它的功德 传统上 在寺庙里的佛像 不是在靠墙壁 是在正中间 你见完佛 顶礼佛三拜以后 你就可以绕佛 又绕三渣或七渣 在中国大陆跟台湾 有很多的禅堂 佛像是在大殿的正中间 不是靠墙壁 靠墙壁是让你拜佛 或拜灿 或做法会 真正禅修的话 佛像是在正中间 然后以佛塔 象征佛的这个象征 然后向右旋转 你可以念佛 念咒 然后贫穷的人 透过绕塔 或是拜佛 他就会 颤除你的业力 而升起功德 这叫做 身安乐行 最修行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所以你要懂得 心安住在正法的周传上 请看下张幻图片 真正修行啊 还是要靠自己 这是南传的一个比丘 在一个湖的上面 对不对 自己划船 对不对 我们修行就像这样 在茫茫的生死大海里 这个身体虽然是假的 但是像一部轿车一样 你要照顾它 不要执着它 因为你这个没有身体的话 比如说要心红是没有身体的话 我就不可能从台湾 坐飞机飞来啊 对不对 你若没有身体的话 你就不可能从家里 走到佛堂来听经啊 所以虽然身体是假的 但是它是工具 所以中国禅宗说 借假修真 借着我们这个臭皮囊 修我们真如本性的功德 但注意看这款灯片 你滑的时候要很小心 你要受过训练 要知道方法 不小心咚着咧 你就掉下来了嘛 对不对 我们在菩提道上 心要常常安住在正法的舟船上 好 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下一个请看 口安乐行 没有这个小熊威尼斯 我提醒我自己到一个段落了 好 请看 经文 第六十二页底下 根二口安乐行 分二 请看六十二页到六十三页 心一常行文 分二 仁一是标 请看 请看经文 又文书师里 如来灭后 在末法当中 想要宣说这部妙法连华经 心应该安住在安乐行 这里的安乐行是讲嘴巴 好 请看 口安乐行 根二 接下来看 仁二 事二 分二 癸一 止 行 分四 好 看幻灯片 我先把它打出来 所以在修词里面 仁二呢 是解释 修音的Explanation 分两个 一个就是止 跟观 看到了吗 请看幻灯片 师父把它标出来 一个是止 癸一 是止 The practice of the meditation 癸二 The practice of insight 这里insight翻成观想的观 所以你看六度波罗蜜 止跟观 真的很重要 希望这一生你学佛法 止观要加油 那在止的当中 是先看 止一 不要说别人的过失 二 不要轻慢别人 第三个 不要乱赞叹别人 也不要毁谤别人 第四 心中不要怨气别人 或嫌弃别人 这个很不容易哦 这四个紧背起来 第一个 不要说别人的过失 第二个 不要去轻慢别人 第三个 不要过度赞叹别人 也毁谤别人 第四个 心中不要怨恨别人 或嫌弃别人 这是口按乐行要修的 举一个例子 服务友 大家来自于十方 都不同的道场 不同的家庭 有时候你会发现 有些怜悠 比较有礼貌 有些怜悠呢 就比较没有礼貌 有些怜悠呢 讲话都很大声 叫大僧婆 大嗓门 对不对 他都不考虑别人 那有时候 你可以婉转提醒他 但是不要去责备他 有时候佛友跟佛友之间 也会相互赞叹 哎哟 你好庄严哦 说没有啦 我也不知道这样 糊里糊涂 三千步无量寿经 我就念完了 我也不知道这样 糊里糊涂 这普贤行愿品 我就听了十遍了 然后头啊 讲的时候 还要稍微高一下 炫耀的心 还有呢 他希望人家讲你 然后有些怜悠就会打马屁 哎呀 你是我们这个讲堂 最精进的 没有啦 我很懈怠 就他会上厕所 走到楼梯 脚就扭到了 我就看过很多怜悠是这样 所以不要过度的去 赞叹别人 注意听 普贤十大院要讲 称赞如来 赞叹别人要恰到好处 人家有十分的好 你就讲十分 人家只有五分好 你也不要讲成七分或三分 所以讲话是真的很难 讲话之前要深呼吸 先念三声佛号或咒语吧 你讲话才会得体 第二个 不要背后诽谤人 我们人很奇怪 都喜欢在面前讲 哎呦你好好哦 好好 再转个 那个师姐很糟糕的 都在人前讲人家的好 讲假假的好 在背后才讲人家的坏 这是不可以的 这就表示你心不但不够慈悲 而且你口罩了很多恶业 这一点师父也真实讲 不要介意 尤其我们是一个大法会 大家都好不容易来修功的 可是我发觉 各位谈话的时候 可以分享 可以讲佛法 但是不要去讲一些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的话 我们台语也 讲一个五四三的 有话没话啦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多念佛呢 你要跟别人谈话是可以 谈佛法 谈真心关心别人 第三 第四个最难 有些人他说 师父 我没有讲人家过失 我也从来不侵谩别人 我不赞叹别人 我也不悔罢人 我的嘴巴很安静哦 听起来很好 可是啊 他坐在旁边总是嫌 这个人好臭哦 那个师姐好脏哦 不要坐我这边 他就换位子了 这就是心中嫌弃众生 这表示你失去你的悲心 知道吗 我再讲一遍 有些人没有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不说别人过失 也不侵谩别人 他也不讲话 他说讲话会得罪别人吗 对不对 然后他也不毁谤人哦 他静静的哦 很怪啊 可是呢 他走到哪里 看任何人都不顺眼 我举一个例子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 他后来因缘离开 没有跟我学 他很喜欢念大悲神咒 他念二十一遍大悲神咒 有一次呢 他跟我说 师父 我非常有感应 你知道吗 我下了班哦 回家了 都看到整个路上 都没有人 都是幽闻一阶众生 你知道吗 我都这样 闪过来 闪过去 闪过来 闪过去的 然后这样子走到回家 我说你有问题耶 真正念大悲之后 不会这样闪过来 闪过去 闪过来 闪过去的 他被我骂了一顿 我说那是魔 真正修大悲观音 不会啊 法门不会啊 真正修大悲 他说师父那什么叫魔呢 因为你心中 看幻灯片 嫌弃众生 你觉得这些都是不干净的 修得不好 只有我修得最好 这个也会着魔 什么 傲慢魔 自私魔 狂大魔 写在《般若经》里面讲 自私傲慢与狂妄 是最大的魔障 而且你会修到 三千大千世界都 你看没有一根修得多很好 就只有我一个人修得很好 糟糕了 那就一个人住山上吧 你不会成佛的 你连阿罗汉果都不会正的 因为你的我职很坚固 我也看到台湾 有很多修行人这样 修到最后 不学经文 也不清净善知识 自己是很用功哦 那么后来 一天可以念 一百零八遍 大悲神走 后来呢 这个学生给我骂了一顿 很不幸的 他就不来了 不来也没办法 终身的根性就这样 因为他不懂佛法 他认为自己 他真的很用功念 每天一有空 他连上班 在新加坡 欧居布顶一样 看专柜 他专柜的时候 只要没有客人来 他都拿念珠 一直念 念到要回家的时候 这样闪过来 闪过去 闪过来 闪过去 他说 师父 我家本来是有十五分钟 我走了半个小时 这样跳来跳去 才回到家 修行修道这样的话 那全世界哪人敢念 大悲神咒啊 我也不怕他听到 因为他现在也不会想要听 我的录音带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 找到修行的方法了 真正修行 大悲神咒 是大悲观音菩萨 不舍一切的众生的 好的跟不好的 就像大海一样 都能包容的 请写下来 真正修起 大悲观音法门 就像大海一般 好的跟不好 你通通都能包容的 这才叫 大悲观音法门 接下来请看经文 请看几一 不说别人的过失 请看经文 六十三页 第十三行 弱口宣说 当你读经的时候 不要去讲别人的是非 以及讲经典的过失 这两个都别这样 那在讲人的过失当中呢 请不要讲别人的坏话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圣人 假如你真的 要跟别人讲他的建议 要先想一想 我跟他是什么关系 我讲了他会不会相信 假如他讲了 不会相信 那你也不要说 因为跟你没有缘 第二个 有些人喜欢学南传佛教 就会讲大乘经典的过失 有人学金刚经 他就喜欢批评其他经论 有人读喜欢楞严经 他就用楞严经 批评其他的经论 写下来 经典都是佛说的 你批评经典就等于 棒佛 我讲重一点就是这样 你不修药师经 没有关系 这个药师法门也是佛说的 他可以利益其他的众生 举个例子 像师父弘扬大悲神咒 弘扬六字大明咒 我并没有弘扬楞严咒 或是准提神咒 或尊圣陀罗尼咒 可是这三个其他咒 都是佛说的 而且力量都非常大 所以你不要讲经典的过失 你跟经典有缘 你就修 没有缘呢 就把这个药方留给别人 第二 看幻灯片 几二 不侵慢别人 尤其不要侵慢 其他的法师 这一点我要多说几句了 大家要深呼吸 先喝水好了 为什么师父要讲这些真话 其实我们要来佛门是修功的 我们造了很多的恶业 好不容易呢 就像修功的 看这里 茶杯 上面我们拼命修 可是你若不听这些真话 下面就漏掉了 那水就一直漏 你拼命的发心 只有你不知道 你的功德通通都漏光了 第一个最容易漏的是吗 就是嘴巴 喜欢乱乱讲 乱乱讲 你的福报都给你曝光了 举个例子 有些灵友到A的道场 亲近某些师父 他就刚开始觉得很慈悲 师父很好 结果呢 因为不认识 所以 因为 有一句话叫做 因为认识 因为认识 我突然想 不想 没关系 whatever 就是 因为不了解而认识 因为了解而分开 世间很喜欢讲这句话 那答案问题是 你为什么要来找这个法师 你找这个法师 可能你觉得 这个法师讲的佛法很好 可是刚开始呢 有距离美 当你越靠近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看到人的过失 所以你应该看善知识的优点 而不是看善知识的缺点 没有一个人是圣人 人有时候很奇怪 喜欢看别人的缺点 看别人很容易 看自己很难 来 各位跟我做一个动作 每一个人手都摸你的两个眉毛 你现在看得到眉毛吗 看不到 可是眉毛就在你的耳朵上 眼睛上 眉毛从你出生的时候 继续摸 我还没叫你停 对 你看善 你从出生的时候 眉毛就一直跟着你 好 手放下 可是眉毛就在眼睛上 你看不到自己的眉毛 太近了 你怎么会看得到自己的眉毛 眼睛照镜子的时候 你才知道 我的今天眉毛变凸了 眉毛还化一下妆 对不对 有时候太近的时候 你却看不到老师的功德 我西藏有一位任伯切老师说 老师就像一个饼干 在印度烤饼干 有时候烤太焦了 旁边角会有一个烧掉的 焦黑的地方 可是你不要因为一块饼干 有一个角 有黑的地方 那其他三个角你就不吃啊 你肚子饿了 你竟然去买饼干 那你就应该看到饼干的优点 可是我们人很奇怪 这讲得更白一点 人啊是蛮贱骨头的 都喜欢敲别人的缺点 都看到自己的优点 这样你找不到善知识 所以你亲近善知识的时候 你要先用恭敬心 虔诚心 第二 要看善知识的功德 而不是过失 你今天会要拜他做老师 一定他有很多值得你学的 接下来到了这个寺庙以后呢 有些师父就会磨练他 讲他 有些师父 好一点的师父 会依各位的个性去调伏 比如说这个人稍微近一点 不太喜欢做事很孤僻 好的师父就通通丢电信息给他 叫他拼命做 拼命做 其实就是磨练他的心 可是从凡夫角度来讲 你会觉得不公平 他这么笨 你为什么不给他做呢 要怎么给他做呢 有些联邮呢 或是有些弟子很爱献 知道吗 动不动就抢麦克风 对不起 我不是讲诗语 我没得恶念 就抢麦克风 就很爱献 越爱献的呢 那师父越不给他做 不是师父不知道 他没有才华 而是要折服他的傲慢心 真正好的老师 是这样磨练弟子的 可是旁边的人呢 就会觉得 师父不公平 错 真正好的师父 都是平等心 对一切众生的 接下来有些人就 清静了这个善知识以后呢 就看呀 发生了吵架啦 我师父讲他啦 不高兴啦 然后他就 不高兴 就到了第二个道场去了 到了第二个道场 就讲第一个道场的 开始坏话了 就呱啦呱啦讲 那个师父呱啦呱啦讲 呱啦呱啦讲 你本来是来修功德的 为什么你是来造口业的呢 到了第二个道场以后 刚开始又不错了呢 最后呢 又没有做上干部 又没有做上会长 副会长 不高兴 又走了 到了第三个道场 一年换一个 十年换十个 请看这段经文 不要轻易在背后毁谤 或是轻慢 其他的法师 这是第一个解释 第二个解释是什么 会讲经的法师 不要瞧不起 没有讲经的法师 这好像针对我说的 对 可是老师告诉你 师父从来不会 轻慢任何人 我可以告诉你 我出家二十四年 我不是炫耀 我是真的跟你分享 我真的有平等心的人 我也有菩提心的人 我有大悲心的人 我真的有得菩萨界 我自己知道 为什么 因为其他的法师 能够不管修持如何 然后呢 每个人在无量节里面 修行的不一样 有些寺庙里面 有办事的 有人诵经的 有人领众的 有人在厨房煮饭的 城中开悟的人 都抢着在厨房煮饭啊 厨房煮饭功德非常的大 有讲课的老师 有讲经的法师 所以我虽然讲经 但我从来不会 看不起在家居士 我们台湾有一类的法师 很喜欢把在家跟出家 分得很清楚 来在家居士 跪下礼敬三宝 其实那是你傲慢的心 我从来不会这样 因为礼敬三宝 是要你自己的真心生起 不是我强迫你来拜三宝 了解吗 同样我虽然是比丘 我也不会轻视比丘尼 比丘尼里面有很多时候 也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 对不对 我在讲华严经 法华经的时候 我也不会轻视在家的大菩萨 我随便念几个 中国大陆的夏连居老居士 黄念族老居士 台湾的李炳南老居士 以及刚刚往生的南怀经老居士 这四个都是菩萨摩赫萨 你的修持都没有他的好 所以谦卑一点 不要去轻视诵经 或感经参 或做任何法师 除非他的行为是不如法 也不如律 破了戒律 他会有他自己的因果 不需要你管 不要轻慢其他的人 所以古来高僧大德讲 初出家的人 不要轻慢小沙蜜 小沙蜜若勇猛精精的话 将来也是会佛门龙像 变成大法师的 接下来再看下一段 第三 几三 不赞叹 过度的赞叹 也不过度的毁谤 请看经文 不说他人的好坏 好物长短 不要在人家前面或背后 都说人家的长长短短 对于菩萨成的人 对于僧文人 注意听 不用赞叹他的名称 也不要说他的过失 也不要特别的说他非常好 这一点请做个记号 尤其我们学大乘佛法 很多人很喜欢特别去赞叹 听说哪个南传的高僧 有神通 错 以法化经安乐行品来讲 你修大乘菩萨道 对于南传的弟子修持 你只要默然就好 你不用特别去标榜 或是去抬高 哪一个人 请这里也特别写一个 叫所有的法师 比丘比丘尼 就叫法师就好了 不需要讲到大法师 大法师好像电影 有一部电影叫大法师 对不对 也不要讲大和尚 和尚是德行 地位很高的 不是一个词的住持 才叫和尚 比如说我说要讲 尊贵的法造大和尚 他是真正的大和尚 他是好几座寺庙的总住持 他有这个功德力 他也慈悲 也在东南亚做了很多事 第三个不要动不动 就叫人家是上人 佛教里没有叫上人的 专心听哦 你不要脑子就跟金 我看到你的眼睛 又睁一根金了 不知道想到哪里 对不对 也不要叫导师 导师只有佛陀 三界的导师 四身的慈父 有些道场会叫大师 其实这个就已经是太夸张了 其实叫法师就好了 你叫心红法师就好 以法为师嘛 所以赞叹别人 不要把人家捧太高 动不动呢 下次谁叫我心红上人的话 我会拿木鱼敲你的头的 没听我的经 到佛前去忏悔 对 讲话太夸张的 知道吗 佛法修行要表理如一 我再讲一遍 只要讲法师就好 以法为师嘛 这是佛制的 对不对 也不用去捧一个人 叫上人 捧到最后呢 只相信上人 却不相信佛 这是有问题的 好 我只能点到为止 接下来 我刚才讲 不要过度赞叹 也不要诽谤 接下来 不要怨气别人 这是很难 又不深怨贤之心 所以菩萨虽然学圣文法 可是菩萨不会排斥阿罗汉 因为菩萨知道 圣文跟圆觉虽然是圣人 可是啊 他还没有究竟证悟 这个我们要学习 所以莲幼跟永远之间 要相敬如宾 就像真的一家人一样 不要内心里呢 排斥别人或嫌弃别人 为什么 因为在轮回里面呢 哪一个先程佛 是不知道的 接下来再看 鬼二观醒 请看六十四页底下 善修如是安乐心故 诸有听者不违背他的本意 有所问难 不以小惩罚答 就说假如阿罗汉 或声闻的圆觉 或者是外道 故意来挑战妙法莲华经 来问了刁难你 你也不要用小惩罚回答 你反而要以大乘法 请把大乘而为解脱 画起来 让他得到一切种治 在六十四页底下 举个例子 我曾经有一次在新加坡吧 佛教青年红法团 师父也讲了妙法莲华经 有一位佛友 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就非常傲慢 他亲近过很多的老师 他最后来跟我忏悔 他刚开始想 因为那一次我讲经的时候 有点累 大家念六支大明咒 他就看看新红法师是谁 他原来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头上还长得青春痘 那时候我边讲义边道 都没有睡觉 然后结果听完佛法的时候 他当天跟我忏悔 他说我被天龙八部修理了 我对法师不太恭敬 他其中问了一个问题 跟我忏悔的时候 同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师父啊 这个妙法莲华经非常好 很多人在送 可是很不合乎常理 对不对 这个多宝佛塔在虚空中 结果大家一做啊 就是一节或两节 这可能吗 错了 当然可能 因为你是用凡夫心 测圣人的智慧 在圣人里面啊 是没有时空障碍的 你现在的理解 只是你用人的角度讲 你虽然读了很多书 也听了很多法师演讲 他在中国就听听很多法师 很多像刚才讲 南淮景居士啊 什么大德的书 他通通都读 但我说 你只是停在知识的层面 你没有真正像正道啊 智者大师的法华三昧啊 谦卑一点吧 所以我苦口婆心劝他 也呵斥了他一顿 然后呢 他才忏悔 所以在经文里面 请看幻灯片 就说 修妙法莲华经的时候 你也会遇到人家来挑战你 还有法华经真的功德那么大吗 你说是佛说的 不要怀疑 但是若他是以小成佛法来 问难你 来刁难你 你应该用大成佛法为他解说 让他得到一切成佛的种制 好 长寒文就到这里 结束 接下来看下一个 义安乐行 请翻开到七十二页 抱歉 我今天晚上也讲快一点 生跟口 所以可见我们修行 要注意自己的口 口可以升起功德 口也可以造很多的过失 希望大家注意自己 讲话的时候 要有智慧要想一想 第三个看七十二页 庚三 亦安乐行 亦是最难的 因为我们的念头呢 像万马崩腾的这个瀑布 我们也像 在草原上脱江的野马 也像动物园里面 跳来跳去呢 所以亦要经过多生多节的修持 请看经文 七十二页中间 心一 长寒文分三 仁一标 请看经文 又文书诗里 菩萨摩赫萨 于后末世 法御灭食 受词读诵 此经典 都有无量的功德 仁二分二 请看 又分止跟观 对不对 止 亦安乐行 好 请看幻灯片 背起来 意念不可以忌妒别人 哎呀 这一点真的很难 Jalously can destroy everything 还有不要太crazy 狂妄 骄傲 Too proud 第二个 不要乱乱骂别人 尤其很多老菩萨 的老年痴呆症 我老年的时候 你的儿子女儿 好好照顾你 我看过新加坡 这个老菩萨 真的是很难搞 为什么呢 大家哄他 买东西 热的也不可以 吃的也不可以 就是破口大骂 庸人呢 那从一个换一个 换了十个呢 那就把所有人都骂光了 答案呢 你没有福报 你把所有人都骂跑了 你称心太重了 第三个 不可以扰乱别人 not disturbing others 第四个 不要别人竞争 no competition toward dharmas 这里的竞争 特别是指 法的竞争 喜欢跟人家 好变 有些人呢 很喜欢跟人家变 坑道人呢 就要炫耀一下 我读了很多经 然后呢 就喜欢跟人家变 所以 一安乐行 告诉你 第一个 不要嫉妒与狂妄 第二个 不要乱乱 轻易骂别人 伤害众生 第三个 不要动不动呢 制造一些麻烦 去恼乱别人 第四个 不要炫耀自己 动不动就喜欢跟人家变 喜欢真 这是不好的 请看 不狂妄 佛陀说 不要怀着忌妒的心 忌妒 你为什么会忌妒呢 因为你看不得别人比我们好 在 普贤十大院里面讲 就是呢 你要修 随喜功德 看到别人好 你应该就很赞叹 哎呀 我做不到 他能够做得到 比如说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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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 有些人刚开始呢 来佛门修行就很傲慢 这个人呢 不太精进 这个呢 举一不会反三 笨笨的 那个与与与啊 他还在碍线呢 这个呢 都是不好 看着人都不顺眼 只有我修得最好 你看 我是师父最好的弟子 我最发心 最护持 出钱最多 所以拍桌子 讲话也最大声 我看过很多道场都是这样 其实这样不好 你是来护持三宝的嘛 来学习佛法 就算你今天好 不要太骄傲 所以 经文告诉你 不要怀着嫉妒的心 跟呢 产驱 跟狂妄的心 这样不是很好的 佛弟子 接下来 不轻骂 也不要轻易骂别人 学佛道上的人 专门呢 苛求他的长短 就是专门 因为讲very critical 动不动呢 就一直去批评别人 你做得不好 你做得怎样 那你来做做看呢 别人很发心的 我们要去感谢人家 若你有建议 应该是真诚 很虚心 心平气和的 为别人说 请看七十三页 不恼乱别人 请看经文 他比较长 若比丘比丘尼 忧佛色忧佛仪 求声闻者 求辟之佛者 求菩萨道者 无得脑之 令其仪悔 就是说 不要动不动地跟人家讲 你这样修 是不好的 我发觉新加坡连友也有这样 曾经 我前几天去人亭 福禄寿人亭 就有一位师姐 我不要讲谁 她突然突然跟我讲 师父我听听某某法师 教我燕供 我很想修 因为我修了心很喜悦 但我比较忙 我没办法修全部 我可不可以修其中的一部分呢 我说可以呀 燕供跟火供 也是佛说的 但是在新加坡 可能环境的关系 有些地方不喜欢燕供 不喜欢火供 那你没办法全做 做你的诚心也可以 她说 你知道吗 有些师姐都跟我讲 我都没有功德力的 我是不可以修的 这是不如法的 很奇怪 灵友很喜欢 常常用不如法 这四个字去责备别人 请问 你就如法了吗 写下来 不要用不如法 责备别人 什么叫如法跟不如法 是要看状况 不懂 不懂 可以请教师父 对不对 反正我这边奖金 就离开了 你也可以请教 普恩师 普根师 对不对 你可以请教善知识 你可以在道场里面 请教呢 比你长老的这个 学长 师兄跟师姐 对不对 可是我发觉 新加坡里人有都很喜欢 听人家乱乱讲 这里这么讲 那里也这么讲 那你为什么不听佛怎么讲 是吗 对不对 所以请看经文 有些人要求生文 有些人要求辟知佛 有人发愿要在人间行菩萨道 有人发愿要求生极乐净土 不要去动摇别人的道心 请写下来 坚定自己的信念 但不要动摇别人的道心 你修你的吗 他修他的吗 谁先成佛不知道啊 知道吗 不要总是用自己的方法 都认为别人都是错的 假如别人是错的话 那他怎么会修 释迦摩尼佛所说的经论呢 还有一种很奇怪 就是喜欢修奇奇怪怪的法门 教他好好念大悲咒 哎呀大悲咒没什么啦 我都会背了 道背如流 他一听到奇奇怪怪的咒 就喜欢念 都喜欢找一些奇奇怪怪的咒 秘密的咒 然后力量很大的咒 轰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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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半天 也修不出一个东西来 对不对 请看下面经文 所以你不要脑乱别人的修行 让他移毁 你不要动不动就跟人家讲 哎呀你这样修是离佛道很远的 你是不可能成就一切总之 为什么呢 像你这么笨 这么呆 这么放逸的人啊 在无上佛道理是不可能成佛的 哎呀 欧弥陀佛 你看法华经里面都讲出大家众生心里的话 你看佛多多了不起 我们有时候也会 答案是什么 要鼓励自己也鼓励别人 但鼓励要差到好处 知道吗 哎呀 接下来再看 几四 不要竞争 真竞 好这里会有一个问题 也曾经佛友问他 翻过来 你看七十四 七十四页 这里讲 不要因戏论诸法有所竞争 是动不动就喜欢跟人家变 人家修法华经 你就故意拿楞严菌去跟他变 人家修楞严经 你就故意拿金刚经跟他变 人家修阿弥陀经 你就跟他讲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极见如来 其实你也搞不清楚 什么是如来 还有哪一种如来 这里讲的是法身如来 所以不要动不动就拿这部经 去攻击别的奇葩经 动不动就拿这个法门 去攻击其他的法门 这样子是不好的 为什么呢 众生都喜欢竞争 现在写下来 从小大家都要竞争 长大就斗争 最后就是战争 写下来 竞争 斗争 最后就是战争 你看我们这个世间多苦难 所以佛法很了不起 告诉你 天底下世界众生为什么苦 因为我们人都喜欢跟人家真 真从哪里来 答案是从比 你们最喜欢比 人比人 气死人 比上不足 笔下有余 你还在比 你还在比呀 写下来 自己跟自己比 不要跟别人比 师父讲的这些都是偷心肝的话 可能其他法师都不太敢讲 没关系 反正佛陀说了 为什么 我们都很喜欢跟人家比 其实比是最大的烦恼 请问你每个都要小孩子第一名 那谁当第二名啊 其实小孩很可怜 你都不管他有没有进步 有没有从错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你就是这样 我不管你 就要考第一名 谁当第二名 请把你的手机关掉 火关为震动 谢谢你配合 所以其实我们都从比而产生很多的烦恼 那今天叫你不要比 现在你今天听经了 叫你不比是不可能的 答案你回去还是比 那等下你就比 顺着你比的习性 就叫你自己跟自己比 比如说去年的你跟今年的你比一比 看你有没有慈悲一点 有没有脾气好一点 上个月的你跟这个月的你比一比 自己有没有精进一点 上一个星期的你再跟 这个星期的你比一比 自己跟自己比 是正面的能量 会推动你走上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心 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凡夫生在相对的世界里 叫你不跟别人比 那是很难 顺着你轮回的习性 请你自己跟自己比 这样你就会精进 接下来再看 鬼二观醒分四 一 己一 大悲响 是你的嫉妒与狂妄 我们人常常会觉得很 大悲 就很嫉妒 喜欢嫉妒别人 不会随喜别人 答案呢 你又很狂妄 答案你要以慈悲心想 请看经文 当于一切众生 起大悲心想 你要想一切的众生 不管天上飞的地上爬的 池里游的水中跳的 不管看得到跟看不到 他都有佛性 你这样想的话 你就会知道 恒河杀树就很多人在修行 其实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你觉得你修得很好吗 跟天上的人比啊 我们是很差的 天上的人呢 再跟净土比啊 大菩萨 又比了 是更差的 所以我们中国话 有一句话 一山望比 一山高啊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你常常这样想 你就不会嫉妒 也不会狂妄 第二个 对峙你 常常会乱骂 骂人家 那被你骂的对象 你要想成是 慈悲的父亲 所以经文讲 对一切的如来啊 你要想成他是父亲 叫三界的慈父 释迦摩尼佛 我们叫三界导师 四身慈父 四身是胎软师话 好 接下来再看 几三 对于大师应该 对于对峙你 喜欢常常 触恼别人 那你要把对方 当成大师想 请看经文 于诸所有的菩萨 起大师想 对十方诸大的菩萨 常常伸心 心静 而且要恭敬礼伴 好 这个问题呢 我要多说几句 可能各位到了大殿 看到药师佛 哎呀 药师佛很庄严 你会伸恭敬心 对不对 看到师父啊 金工抢抢棍 穿着袈裟 哎呀 师父 赞叹 看到这个佛 哎呀 你好庄严啊 对不对 可是啊 你的恭敬只有一半 什么叫一半呢 你对于 佛 菩萨 师父 跟莲友很恭敬 可是啊 你却没有把这个恭敬 带回家 对你的太太 小孩 跟佣人也恭敬 老婆快点快点快点 你怎么婆婆妈妈的 做事这么慢 快点快点 倒茶倒茶 你就失去了恭敬 老公啊 对不对 你怎么这样 落落叨叨的啊 对不对 这个臭衣服 臭袜子啊 你怎么乱乱丢啊 害我每天都要工作 看到女儿呢 老妈啊 吃的饭啊 吃的盐巴 都比你吃的饭多啊 你听过来就对了 没商量 就这样 你会发觉 你也失去了恭敬 也就是说 我刚才讲 为什么你学佛 学了一半 真正的恭敬 请写下来 对一切众生 都要恭敬 一切的众生 他有未来佛嘛 你说师父 我要对我的小孩恭敬 这很难耶 没错 没错 你要练习 孩子来投胎 听好 在生理上 他比你小 他是你的孩子 但你不要忘了 他有无量节 或许你可以教他 生活的知识跟经验 不过你不要忘了 他有佛性 有时候他的慈悲心 跟智慧会比你高 举个例子 我以前当时在101旁边 光顾国小教书 我教小孩 教他知识 可是我从孩子的身上 可以看到慈悲跟智慧 了解吗 我现在讲一个 感动的故事给你听 然后再给你看下面图片 我们班上有一个小朋友 他叫快乐菩萨 其实他在读书啊 曲线图里面呢 是后面倒数实名的 他什么东西都不会 可是他很热心 然后呢 别人呢 倒垃圾都不愿意倒 厕所 垃圾桶很脏 他日生 他就去帮忙倒 然后呢 他常常别人不想做的呢 他很想做 所以当时我当老师的时候呢 我都会鼓励他 他是快乐的菩萨 有一次 我们有一个女生 在上体育课的时候 操场跌倒了 有流血了 他背着他起来就冲到呢 这个所谓医务室 Emergence Department送他 然后跑来跟我讲 那天我没有课 然后在办公室改作业 说老师老师 我们班上 谁谁女生呢 他跌倒了 我送他去 这个医护室了 老师你赶快来看吧 我就去看 看完以后回来呢 当天呢 要放学的时候 我们全班给他鼓掌 他是快乐的小菩萨 我给他打了五个星星 他虽然读书不是很好 但他心很好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的教育 都不讲这些了 可是啊 我教小学生要诚实 在诚实是我们班上 很重要的一句话 因为你不可以骗别人 我常常告诉学生说 你如果欺骗别人 你可以骗爸爸吗 骗妈妈 你今天骗老师 将来你就会骗朋友 最后你会自己骗自己 结果很不幸呢 他身在担心家庭 他呢 有一天呢 他的爸爸妈妈离婚了 照顾他的是爸爸 爸爸最近呢 工作不太好 没有工作 又赌博 然后又输钱 结果呢 输了钱 就喝了酒醉 他回到家里呢 也没有饭吃 他自己弄面包 煮泡面吃 最后呢 爸爸回来了以后呢 突然电话响了 电话响了 然后呢 他就王伯伯 这样 他一个王伯伯就问你 请问你爸爸在吗 他爸爸跟他讲 不在 王伯伯我告诉你 我爸爸要我告诉你 他不在 电话就挂了 然后他爸爸一巴掌 就打了他 他哭了一个晚上 没有睡觉 第二天呢 早上来学校上学 他是小三的学生 来了 看到我放声大哭抱着我 老师诚实也错吗 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抱着他之后 他哭我也哭了 我好不容易教一个学生 花了半年 要教他诚实 要帮助别人 没想到爸爸 对不对 喝了酒醉 工作又不好 情绪不好 然后读了婆 然后呢 人家打电话来讨债 结果他没告诉你 王伯伯我告诉你 我爸爸要我跟你说 他不在 就他一巴掌就 啪打下去 师父的心都碎了 所以有人曾经问我 你为什么出家 这个故事 让我感动要出家 我度小朋友 这么难 花了半年 好不容易教他 一个好的习惯 可是大人一个恶习 一个掌 一巴掌呢 都把他诚实的信心 都摧毁了 其实各位大人 各位佛友 有时候我们讲话 要谨慎 我们讲一句话 你不在乎 小孩子记一辈子的 知道吗 讲这故事 是很心酸的 对不对 后来呢 我就发愿 我要度小朋友学佛 将来我要度 大朋友学佛 我要度 所有的众生都学佛 这就是我出家的 其中一个 很大的动力 后来这个小朋友 也很可怜 他没有饭吃 后来呢 我去家庭访问 他爸爸呢 也应付我 喝酒醉嘛 就老师 你不要管那么多嘛 你管太多 我就告警察 我想 没办法 最后呢 当时 我有分六个人 做一个位子 六个人 做一个位子 一个小爸爸 一个小妈妈 一个小老师 然后呢 他是一个快乐的菩萨 所以我叫他 分同一组的 其他五个人 我去家庭访问 请他的爸爸妈妈 每次带便当 或多带三明治的时候 多带这个可怜的小朋友 因为他中午 没饭吃 各位 仓生苦尽 哪时修啊 各位 我们是很有福报 你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 是很可怜的 可怜 最重要的是 你心关怀他 后来我当时 我知道 我为什么知道 他没有吃饭呢 是因为有一次 我吃饭的时候 有个小朋友 跟我跑过来说 老师老师 他没有饭吃 他跑到花园 去坐着 就等大家吃完饭 以后 他才回来 后来我就 骑着摩托车 带他去吃饭 吃素食 但我觉得 这个也不是永久的办法 最后我就发动 其他五家的父母 我去家庭访问 告诉他 也多带一个食物 所以他非常快乐 他每天都喜欢来学校 最后有一天 他发烧了 生病了 然后他一直跟爸爸吵 我要去学校 我要去学校 他爸爸说 你怎么脑筋坏掉了 到了学校 看到我 他就抱着我 放声大哭 我说你发烧了呢 怎么还要来呢 他说老师 我很想你 也很想大家 学校就才是我 真正的家 最后 我就叫他躺着 睡觉 然后他爸爸就回去 后来很不幸的呢 因为我教了书以后 我就去当兵 这个小朋友 就升上了五年级 六年级 最后一直怎么样找 都找不到这个小朋友 听说他搬家了 听说他爸爸 对他也常常会有暴力 可是啊 一直到现在 师父都还找不到 这个小朋友 但是我每天诵经 都会为他回向的 所以你要对一切的众生 都生起 慈悲心 虽然我们是大人 但是你不要小看 所有的众生 都有佛性 你能够以你的能力 去帮助他 好 接下来看 善指使 来 下面给你看几张 幻灯片 这是我伟大的老师 贡格仁波切 他也是前世非常了不起的 这是我生平 2005年8月 对不起 4月 4月 对 4月8号 我第一次在台湾 见到他 所以你要清净善知识 并不容易 你对于十方 一切的善知识 都要想 生起礼敬的心 或许有很多人会说 哎呀 为什么人家都遇到善知识 我没有呢 那你要想 你对三宝真正恭敬 你真正有求法的心 今天再给我耽误几分钟 讲个段落 我们就下课 接下来你看 下一张 大宝宝王 这是我在印度菩提家园 他是观世音菩萨 亲自的化身 普门明讲 因以彼秋生得度者 季献彼秋生而未说法 各位也可以上 大宝法王的官方网站 全世界呢 都很多人在听他讲经 透过科技 你纵使没有到印度 但是你可以见到他 师父见过他八次 在西藏的传统上说 见过他一次啊 可以七世不跺三恶道 七八五十六 我大概五十六次 不会掉三恶道吧 不 我将来会去净土的 接下来再看 黄念族老居士 请看 你们很少看到这张哦 他已经往生了 他是禅静命通达的 在东南亚很多人都流通 黄老居士的新生路 古想集 还有无量寿经的注解 他是显密圆容 禅静命三修后的 最后他火化以后呢 都产生 色粒子 无彩的色粒子里面 还有金色的色粒子 我看过照片 那他的禅宗 第一个老师是谁呢 请看虚云老和尚 虚云老和尚活到一百二十岁 对不对 前几天给各位看的 这个九华山短片 第一段就是 虚云老和尚的真如禅士 所以这个世界有横河沙漠人在修行 不要说为什么你遇不到善知识 而应该反问 你真正用真心去找老师了嘛 第二个 你找的老师 你真的经得起磨练了嘛 现在的学生 老师讲他一两句话 都是不高兴的 听说现在台湾呢 学生怕老师 老师也怕学生 对不对 老师教得不好 在门口的时候 学生还叫不良少年来打老师几下 功课出太多了 这个世界是变了 接下来你看虚云老和尚 他修行呢 修到最后有像水晶一般的舍粒子 所以虚云老和尚一生也很通达很多经论 也讲愣言经 他修持也非常好 虽然他修禅 但也赞叹净土 他发愿求生都帅内愿 接下来再看若纳祖师 那天放短片给各位看 在中国1920年到1930年代 中国大江南北这块国土 很多人都修大乘佛法 同时也修藏传佛教 金刚乘 最有名的就是洪教若纳祖师 还有白教贡葛活佛 这两位都是我的老师 都是我过去式的老师 那这白教的贡葛活佛呢 政务非常的高 然后呢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所有寺庙都毁了 可是他的肉身却还在啊 我见过在四川贡葛山 成都上去贡葛山 金刚不坏身 跟六祖会等大师一样 那这一世的他 他也转世了 那在贡葛活佛的这个体系里面呢 他有非常多的弟子 大江南北 乃至于在美国的所谓的 张成基教授已经往生了 还至于现在的南淮景老居士 也拜过前世的贡葛活佛 前世的贡葛活佛 也是他的老师之一 所以不是没有善知识 而是你要真心去找善知识嘛 接下来在这个贡葛活佛的 所有传承里面呢 度了很多很多人 其中有个最了不起的 也是我的老师 就是贡葛阿尼 他呢在贡葛山 清建宏观音的净土现前 然后等到他老的时候 一百岁 你看 一百岁的比丘尼 所以比丘尼好好用功 也是可以证悟 最后他成为肉身菩萨 台湾第五尊肉身不坏 Welcome to Taiwan Please 台湾真的很多肉身菩萨 师父这一生也见过七八位肉身菩萨 我也真的很苦口婆心 讲了这么晚 沾一点时间 希望新加坡的人 界定会要用功 假如有一天新加坡出一个肉身菩萨 会震动全世界的 英国BBC电台一定会来访问的 那时候你不怕度不了众生的 假如你能够修到你往生预知实质 真实的预知实质 那你就拍录影带吧 求阿弥陀佛允许让你拍 全程往生的录影带 那你会度全世界的人的 你怎么辩论都辩不过真实的 以正转 正转就是以身体的修持 正式给你正转 那现在贡格老人肉身 就在台北市的中和 你若去台北的话 你是可以去参观访问的 接下来看中国 应光大师 传说大势至菩萨再来的 弘扬进主通 火化以后呢 他四十颗牙齿 全部都是不坏 而且五彩的设立子 再来看 弘毅大师 对不对 各位都知道 一轮明月 他修到欲知实质啊 所以中国大乘佛法是非常殊胜的 不会不用功 但是我们 我常说 不是佛法辜负了众生啊 而是众生辜负了佛法 众生不愿意学习佛法 不愿意踏踏实实的修界定慧 总觉得呢 只是修表面的东西很多 其实 再看台湾广青老和尚 广青老和尚 本来是可以成就肉身的 但很不幸的是 他在火化前 一个礼拜改了遗嘱 因为他有三个道场 南部有一个道场 高雄 中部有个道场 北部有一个比丘的道场 三个道场 请问肉身放哪里啊 那一定抢的啊 一定打的啊 一定真的嘛 佛陀入灭以后 火化以后 八个国王啊 也是要来抢佛陀的设理 在涅槃经里有写 大家设尊者拍着桌子说 佛才一往生 你们就开始争啊 对不对 佛有八万四千虎 每一个国王不要争 都可以带一孔的设立子 回去供养 所以世书人呢 就像五祖对六祖说 世人永远不会知道 一波的真实意 只会为了一波而明争暗斗 争明夺利 所以五祖对六祖说 一波就传到这里 就不要传 以后传什么 传心法 后来广青老和尚 就改遗嘱 火化 火化的设立子 像珍珠一般 我这一生很可惜 没有见过广青老和尚 因为他入灭以后 我才学佛 那时候我还是大专生 很年轻 可是我见过 广青老和尚的设立子 像珍珠一般 还会长得出来的 所以善知识不是没有 而是你要有真心 去求法的怨心 就会遇到善知识 好 今天比较晚 讲经就讲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明天从七十五月开始讲 明天我会把义安乐行讲完 还有誓愿安乐行讲完 所以请各位可以先预习 那祭送呢 我就不会讲 我明天还会讲梦境 还有关于末法时代很多魔障 到底魔是真的假的 东南亚很多人都问我 师父我遇到有将头 有人养小鬼 有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其实真正的魔 是你心中的烦恼 所以请大家翻开讲义七十四页 我们一起念回向文 念我词 普贤 书圣行 一起念 老菩萨不要急 新加坡十一点半以前 都还有MRT的 不要急 慢慢来 不要急 回向是很重要的 好 请合掌 听闻佛法 有很多殊胜的功德 为什么一结束的时候 你的心又这么急了呢 对不对 好 请合掌 请看幻灯片 一起念 我词 普贤 书圣行 无边 圣服 皆回向 普愿 沉溺 诸众生 数瓦 无量 光佛差 好 今天讲经就到这里 录影就录到这里